在我正式質詢開始呢 先跟主委講一下 因為你是管通訊傳播的 所以我要讓你知道 我這個是現場直播 然後等一下請你靠近一點麥克風 或者是拿你的手指的麥克風 因為這個沒辦法 我這個是iPhone 6 Plus 但是它收我這邊比較近 沒有辦法裝麥克風 所以你們那邊的聲音會很小 官員的聲音會很小 所以公平己見 我已經叫工作人員幫你調大聲一點 免得說等一下我的這個 對你有不公平的待遇 這個沒辦法 這是手機的局限 好 我們請主委 好 請主委 主委長 主委長 主委 我要先請你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4G 這是一般的俗稱 是指第四代的行動通訊技術標準規格 只是這樣嗎 你能不能更具體一點的定義一下 你是主委喔 本會並沒有正式叫做4G這項業務 本會叫做行動寬頻業務 4G是指這個GSM 他們所制定的第四代行動通訊技術標準規格 好 那是怎麼樣定位 它其實是一個所謂長城技術演進的一個過程 好 來 不要拖延我的時間 我來定義 你覺得怎麼樣 4G呢 就是靜態的傳輸要達到1Gb 高速移動的傳輸要達到100Mb 我這樣定位可以嗎 我們有專業的處長呢 可以回答您的問題 好 處長 我這樣定義可以嗎 委員剛剛講的這部分是在ITU裡面 在對4G裡面的定義是 理想是這樣的一個標準 好 主委 是這樣定義標準的 結果我們來看看呢 4G開始營業以來 來 目前的用戶用到多少 他們的可以多少你知道嗎 委員如果說的是平均數值 或許可以調達出來 每一個用戶的對話請講 平均數值多少 快點 不要故意拖延我的時間 目前是平均 因為一個機台 是由分享給所有的上一個同一個機台 那目前的數字應該 數字啦 不要拖延我的時間啦 那直接告訴我平均數字是多少 一般的用戶 現在以業者接觸的話 大概 三十 三十米 三十米 好 来 应该最少在高速移动要达到一百米的 高速移动哦 静态要一GIGA的 结果我们只有三十米 但是现在是4G的收费哦 好 来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主委你就很清楚知道了吧 呃 委员这个 刚才处长告诉我呢 这个是指理想状态 而且既然叫长城技术眼镜 就算是理想状态也没有差那么多了 每一个版本的技术规格是不太改变 高速移动哦 高速移动要一百 结果我们只有三十 平均值 静态要一GIGA呢 一GIGA是多少MAY啊 是一千零二十四MAY咧 这差太远了吧 三十跟一千咧 好 我们不要说 我们现在再来说 收费以外 就是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你很清楚吗 快点告诉我 各位报告 我们实测结果在各国之间并不特别慢 我们哈 不要不要比下要比上 我们就是建设不足啦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建设不足啦 好 当初呢 为什么 其实我们建设没有比人家慢 可是呢 我们消费者享受到的 就是只有三十MAY 因为我们业者呢 不断的推出所谓的吃到饱 大家都以为吃到饱 其实都吃不饱 对 我们台湾之心 其实目前宽平才5MHz 他也吃到饱 他也推出吃到饱 然后呢 我们亚太他不够 他根本没有什么基地台 基地台严重不足 结果呢 他借了台湾大哥大 租用台湾大哥大的 他也推吃到饱 结果本来也许可以 吃个半饱的台湾大哥大 被他租借了以后 大家反正都一样 通通都吃差不多 三分饱 变成是这样的情形 主委 市局啊根本就是一团乱 你现在看业者 全部都用吃到饱的费率 然后全部这样 将来有一天真的建置完了 真的达到我们的标准了 就是1G 或者不用到1G到100MHz 然后也许也只说 哦 你看我们的通讯品质这么好 所以要涨价 事实上是之前啊 已经收了4G的这个费率的钱 结果呢 给的是非常简直是3G的水准而已 主委说到3G来 我再跟你说 3G其实也一样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 我用iPhone6 Plus的手机 但是我发现啊 在3G的状态 它会秀出来3G 4G 在3G的状态下 我根本剩下只能打电话 没有办法传输耶 你不要只有点头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我们3G根本现在是停摆 大家就把 如果真的有点钱要建设的时候 就建设到4G去 业者啦 所以3G呢 那种 就停顿在那里 死在那里了 3G现在我不知道你用手机 我是高度使用手机的啦 真的 现在3G只剩下可以接听电话 没有办法传输耶 你知道 喂 手术 我们去了解具体的状态 好 你去了解 我已经了解很久了 因为我是使用者 好 这个喔 这样不行啦 来 所以呢 再来我就要问了 你们根本 就放任业者 说难听一点 放任业者吃定消费者 好 这样还不够 業者这样还不够 现在啊 竟然行政部门 行政院 还要图利业者 我们什么 2G换4G给补助 主委 2G换4G给补助 这个要花 我们多少纳税钱啊 我要请业管单位的 消费提振措施 趕快趕快 趕快 这是补助消费者 并不是补助业者 好啦好啦 这根本就是图利业者啦 来 这样要花多少钱 国库 多少钱 按照52万的用户的话 每个就是三个月600块的部分去做处理 不只三个月600块哦 蛤 你们还要补助他换手机的钱 换手机的部分的主政是经济部在主政 他偷偷多少钱 不知道 三个月600块 2000块的部分是预估是在8亿 就是经济部的部分是在8亿 2000块8亿 对 换手机不算 就是这个部分是手机的部分 手机8亿 对 然后呢 月费呢 月费是 我们预估的是200块 三个月再乘以52.4万 这样是多少 大概是 这 赶快乘一下 三亿 三亿 好 加起来 加起来十一亿 好 三亿 多少 三亿一千三百二十万 好 这样又十几亿了 这个也一样 这个根本就是这样 那些会使用2G的这些人 他就是他不需要 他只要接听电话 听电话 打电话 了不起就是这样 结果呢 你硬要跟他改4G 其实我认为到最后一定是 业者拿去用 业者拿去 来 变动手脚 只要现在买手机的 申请4G的 通通可以拿到政府这条补助 绝对不是2G的人去换4G手机 我可以先这样就告诉你 不信我们等着看 这个又是世代掠夺 你知道吗 明明就不是要使用4G的人群 你硬要他 然后呢 拿这个纳税人的钱 然后来补助他们 这个 这个我知道不能怪你们 这是行政院的政策买票 但是我要再一次从你们这里 你们应该很清楚 2G 2G 3G 4G啊 根本不是像你们这样 应该要在给2G的升级的时候 他偏偏把2G再延长 然后再用这种手段去补贴 根本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涂利 一叶者 这个 说实在的 我们真的很痛心 纳税人钱我们很痛心 但是 国会 人数 严重不足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随他们恶搞 说难听一点 真的是这样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 来 我们上次有问到APP软体17 我要再一次的强调 NCC不介入言论自由 我们同意 我们同意哦 不介入言论自由 你说 所以你呢 不审查 节目的内容 你真的不审查 节目的内容吗 主委 委员所说的这应用软体呢 它是在网路上传输的软体 不是本会所监理任何广播电视事业 好主委 我是说 你也觉得 你是因为它是网路的软体 不是你的权责范围吗 那是谁的权责范围呢 蛤 就我所指 所以这个案子是司法单位进行 是 关于违反刑法 相关规定的一个调查 是我们今天是通讯传播 如果网路不在你的通讯传播范围 那到底在谁的范围啊 通讯传播欸 人们在网路上所从事行为有很多 包含这个朋友之间的通信 包含贴BBS 你的意思是 也可能在进行电子交易 也可能做网路银行 你的意思是网路犯罪以后都不关你的事 是不是 是 跟委员报告 这个犯罪本来就是司法机关在主管的 好 那你都不管你吗 好 好啦 你要真的不管你哦 你不要到时候你要管 好 你不管 犯罪事务呢 我没记错 没关系你可以说你不敢 我们就来为行政院这一块归谁管 公务员呢只有最单纯的告发的这样子一个程序而已 来啦 没关系啦 那如果你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结果网路的事情你还不管 那我们就要问问行政院这一块是谁要管 好 没关系 来 我们来说你要管的 其实呢我们是支持你不介入言论自由的 节目内容哦 是不应该审查的 没有犯罪行为就不应该审查的 但是呢我们却发现最近啊 这个节目被打马赛克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特别好笑的是卡通 卡通打马赛克哦 来 主委 我们来看卡通 这个 是什么卡通你知道吗 上头写叫摩奇少年 好好对啦都给你告诉你了好 我在讲更大家更知道了小叮叨大家都知道吧 好好小叮叨你知道哈 航海王你知不知道 他原来其实叫海贼王 国内把它改了名字叫航海王 好 海贼王你也知道 这两个是很出名的 日本卡通对不对 你知道他是日本卡通吧 知道 好 原创日本人 就是日本卡通 在日本就是这样播放以卡通播放 日本人管理而上访会比我们还要松散吗 就我所知呢 日本总务省非常少介入节目内容的管理 他们有自律的组织 好 所以他们自律的组织你觉得够吗 目前看起来呢是非常上轨道 非常足够 结果人家的小叮叨 就大家从小看了几代的人了 就是大雄会被欺负吗 小叮叨就跑出来救他吗 永远都是差不多这样的故事情节 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就是会被欺负 被霸凌 海贼王也是差不多 就是劝人向善 打击 打击这些坏人 简单说好人坏人就是这样 你们连卡通也要打马赛克耶 当然不是你们啦 你们就是会说 有家长要求说 海贼王里面的女生穿的太清凉 张老叉 你有没有清凉的照片 我们看看有多清凉 哈 没有 不敢啦 怕被你们打马赛克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啊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啊 你可能会说你没有啦 但是呢 你们现在是什么 来函照转 只要有家长呢 去反应 你就直接来函再照转 转给 这个 转给业者 电信业者 电视台 然后呢 电视台 就怕啊 哈 你们来函要求 要求 自律 很好听啊 说自律 結果呢 他怕你来函几次 下次就变成你要评鉴他 或者修理他 找他麻烦的借口 等一下你跟他讲 我来函了几次 你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呢 你来函他只好打马赛克 啊这个 你说不然叫他要有家长 在旁边辅导 拜托现在 几乎都是双新家庭 卡通节目 你还不让他变成普通级 你还要他变成辅导级 没有打马赛克 就要变辅导级 是不是 还要家长陪着看卡通的意思吗 包吻 这个关于内容呢 国民有很多不同的评价 很难画单一标准 确实自律是最好的方式 那至于委员 刚才所提到的呢 可能有一些内容 会过分到违法 我们这时候就会介入 不到这以前呢 其实我们是希望自律 可以发挥功能 好了 我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 日本的哆啦A夢 被哪一个国家说 这个它有违法的内容 或者是 航海王 海贼王 我们的哆啦A夢 卡通 海贼王卡通 要打马赛克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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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怎样 呃 主委啊 你这样等于没有回答 你等于推卸责任 你来韩照转 反应给他知道 他就打马赛克 然后就不关你的事了 你刚才已经说得很好啦 在没有违法 以刑法来看 以法律来看 他没有违法的地方 你就不应该介入他的内容 如果是违反行政法 本来就有其他的主管单位 违反刑法 本来就有法律 好不好 是 那这个卡通怎么办 什么时候可以去掉马赛克 我们会做后续的研议 包文 您如果要刚才比较特殊的画面 可能要调出蛇姬的画面 好 谢谢你啦 我下次再来调调看 但是我们要凸显的是 你们在行政的时候 不要 不要只有觉得说 本位主义觉得 反正我来韩照转这样 收视消费者的品质 还是要顾 好 谢谢 谢谢委员指证